三个中产党 当然,现在的抗争风波未明显 当然,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经常说,不介意有些人有什么立场 最主要是看事情交不交 不交便赚,交便骂 接着说到这个禁钱不合作运动 网上说,由8月16日开始 大家应该去ATM,把所有资金都禁止 接着说要动摇香港经济基础 由我的结果习近平均,是很多人地方进行 我的乘近的ATM,全是全部都被管质 都没人阻力去做这个 因为我有多den化 Ela考察大道 なので,流众 thrive user 进了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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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n ATM禁止了錢,是周時的新年 如果你去做提款,不如一次過在銀行拿十匹 先講解分析,先講解故事 有很多人真的做了這件事 接著人們如何檢驗成果呢? 他們就拿香港的HYPRO Rage來給,我真的忍不住了 現在HYPRO Rage,起初是0.5多,應該拿24小時 應該升到1.多,升了8% 如果升了100%,這些是新聞,沒理由只有你們網上報 原來拉開三天,只不過是0.7多,也升了一點 我們正式動搖到香港金融體系的根基 證明這件事是有用的 人們就像賭博網一樣 你看賭博網的宣傳,每個人貼50萬港幣 其實沒有那麼多,因為最多是2萬元一天 但他們總之有很多錢,每個人都曬自己 他們那些可能是提款都算了 當然是,結果引到林鄭的化妝師,有個叫Gary 就說,你們這些叫錢? 我,看看我ATM那裡有1000萬元存款 原本PVM account,他這樣說,我真的忍不住笑 原本PVM account,只需要最低存款是100萬元 但我為了告訴大家,我很幼稚 我們先去評估這件事,大家要怎樣看 我們再說回這個所謂不合作運動的概念 你們覺得這件事,究竟成功還是不成功呢? 我覺得很難成功,因為其實兩平兩平這樣按 當然,如果日出有幾十萬人按的話 當然你也會有什麼 就算你賺了幾十億出來又如何呢? 這樣說好嗎? 因為其實現金,非現金化這件事 不是由中國,香港主導的 是由美國主導的 我們做股票,經常都把現金抬來抬去 喂,如果可以,現金真的抬來抬去 這樣又不怕,我們就拍手了 現在大問題是,你無論拿錢提錢 所有的都是極度艱難的 即現金交易在肌肉反恐的狀況之下 是極度艱難的 那個要求不是香港政府要求你 而是美國政府要求你 即是你如果真是能夠做到這麼多現金 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我想是那個洗黑錢問題 你要解決了 如果是的話,我們做股票的 大家就不用這麼擔心 以前,喂,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家捧著幾千萬 或一兩億現金,搬來搬去都沒問題 現在我們根本搬不到現金 因為我們拿錢,入錢 銀行就問長問短,搞來搞去,搞了很久 如果不是的話,我覺得整件事是違反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潮流 我看法就是,剛才你提到是不是成功 那是不是成功,我想首先要解決清楚你的目標是甚麼 如果你的目標是剛才他的驗證的話,搞了一個hybron 那當然會失敗 你這樣說,你不如說,因為今天下雨了 天氣,我們看溫度的 如果他跌了多少度,我就覺得成功了 好像解決了這個氣候變化 那當然溫度當然是有升有跌 那這些是否和你實際,按了兩萬元是會有甚麼影響呢 理論上是不會有一個聯繫 這很慘的東西就是,他在說,我不明白 一個是金融知識,另一個是政治知識 為甚麼都可以是這麼差的呢 結果出了事的時候,或者你想做一些事的時候 全部都是違反一些最基礎的常識 那個問題就是,你去提倡這件事的人 那個人是完全沒有金融知識的 是剛才提出來的 然後你就大家去圍繞著,只是因為政治立場 而是圍繞著一個完全沒有金融知識的人 去甚麼 如果譬如說,溫水提出來,那也好一點 至少他是一個有金融知識的人提出來 那不怕都爆他,他都跟我私底下說 這件事太疹了,說不出口 他講了,他講了,他講了,就是違反了他的知識 大過之前,但是另外一件事也是有關的 就是,支持這個運動,整個運動的人 是,那些人提出這些比較刺的建議的時候 傾向不會出來大力去笑他 就是,忍著笑,就像溫水一樣 所以亦會令到結果會變得到 不是,那個問題就是,如果一個運動 是靠一些那麼刺激的人去做主持的話 即是,或者你有民族黨或是大力運動 你必須要一些有頭有面,有智力,有一個水平的人去做 而大家竟然去追蹤一些那麼刺激的人 為了你不忍心打擊他們的人 那這個運動本身,他的可持續發展性 就會反而被削弱了 這個又有少少相確了 因為,我和Helmy都有一個看法 就是,如果耳哥來做指標的話 當然是不成功 但他會不會有什麼所謂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 也有一句話,叫做七刀盡頭變遍形 人多,做些什麼七刀盡頭 其實可能到最後都會有用 就是,人多就可以了 你這麼差勁,你如果七百萬人都支持的話 你有沒有所謂的一贏價呢 因為你又反過來看 雖然你說,走去按錢 好像去動搖香港經濟好像很王居一樣 但你想想,這件事符合我們香港兩個基本價值 第一,就是要動搖香港經濟金融地位 你不就覺得自己好像做一些很厲害的事 第二,你的成本很低 我按完,第二,就入到銀行 雖然周英所說,有很多人會問詳問點 有些朋友真的會去按 他真的有個方法 如果你拿超過五萬元,就會開始問一套 還有,你每天去按,他都會問你 即是這樣說,那些做虛擬貨幣等等 那些日日去按,當然是 但現在他們鼓勵,就一次過都按出來 如果你在銀行櫃櫃櫃按 例如你拿10萬元,他就開始問你拿來做甚麼 他會問一套問題,但一套問題其實都不是為了保障你 而是為了保障銀行 因為他說太多的騙案 即逢要拿10萬以上或5萬以上 那些銀行職員,基於守則就要問你一連住的東西 但都可以拿得的 基於成本那麼低,又吹到那麼大 那些人就有很多人做 但你現在說10萬元而已 我剛才所說的Nintendo Consequence 後果是說,真的想按錢的時候 那些人可能會剛才到那個機器排查長路 第一個就是按錢是按不到,不要說排查 是按不到,第二就是在銀行排查 銀行的貴位,其實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很脆弱的機制 我也不明白,你只需要一人去銀行開戶口 你已經可以癱瘓銀行 我經常去銀行,發覺排長路 因為有兩人開戶口 他可能最後都開不了 但他搞奇怪的事情,那些人在那裡吵 怎麼搞錯啊 你開戶口,你選一些非凡忘時間來吧 所以他說下去,當然是完全不成功 怎樣衝擊到香港 但是你說要造成社會不變 增加管治成本,或者社會成本,就絕對是成功 當然,這又牽涉另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所謂一個和平理性不合作運動的概念 很多人經常都拿甘地出來說 周軒,你怎樣看這個所謂和平不合作的理念,或者一個標準呢 我只是說,我不能說是行還是不行 但我只能說甘地和香港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甘地他們其實是英國政府去剝奪印度人民 印度大部份都是農村,即是在城市化 在城市不停地去做那些事情,就剝奪印度人民 甘地想瓦解英國的利益 就是瓦解英國在印度的經濟 於是他就是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於是印度不合作運動 等於香港好像在省港大罷工的時候 將那些省港的人走回廣州 即是香港大罷工,香港大罷工的時候 就回到原來的鄉下,對不對 那時候,你瓦解了香港的經濟 瓦解了港英政府的經濟 那時候,他的目的就達到了 但是香港是死地來的 你不可以瓦解香港,那我們住在哪裡 你明白嗎?當時的時候,那些的確是有效的 因為當時香港變成死地 當時的時候,那些人回到大陸,回到鄉下住 那你不會影響到那些居民,即是真的做到的 你不是攬炒的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發生 那你,無地可走 即是,如果我們香港大...香港...香港如果... 如果你是什麼都沒有的 如果藍絲就沒有問題 喂,我們大陸,大灣區,歡迎你們... 火有藍絲 兩百萬、三百萬藍絲 一起回到大陸居住 OK 即是說,這個不合作運動 是由藍絲去做,是可以的 但是由黃絲去做,就有問題了 即是整件事,我覺得是... 你搞錯了整件事的本質 這是一個看法 但是,我們有一些招土派熟悉的QOL 的時候,是不是只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覺得,你有些淺藍的嘛 那些淺藍都不是說... 好像你說到,那麼容易就回到大灣區 就... 難道叫做... 即是藍絲做好一點 我自己才知道,是不是好 好過藍絲做 當然... 攬炒心態,是兩個詞去說 第一,當然,有很多所謂的招土派 其實我覺得他都是沒有心理準備招土 即是說,口說,電燈焦土 我這個可以遲一下在... 即是這些就是冷氣焦土 遲一下我們在其他節裏說 但我這裡說的是什麼 我們都不需要太series 去看現在的所謂的攬炒的東西 說真的,你現在攬炒,攬炒極了什麼 就是原來他禁止香港提款機的錢 你不需要想到,如果搞亂香港,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我們香港的不合作運動 其實去到最後,都是令到人不方便 我覺得你就只需要將焦點集中去 你究竟令到人不方便,結果是怎樣 如果結果是,你令到人會遷怒於政府 那你就成功了 你令到人是遷怒於你的 那就是另一件事 我這樣說 你說攬炒的笑如火 我知道人家說,其實香港的事情 因為大家在生日盛世,結了太久 其實在正式來說,攬炒也很少如火 警察也很少如火 現在的抗爭的手法也很少如火 所有香港的事情,都是很少如火 大家從來未見過 我又在學習成長,有個朋友也說 現在香港,撞到別人的臉血 打盲人家的眼睛 你不就是現在去到外國的... 最低層次 不是,外國的低層次 人家防滿心那個人,我看到我最震驚 是盲了兩隻眼睛 你想想,要盲了多少個人 一隻眼睛才會盲 其實有20多個人是被人打盲了眼睛的 其實我發覺 所以,當然我們不太遠了 但基本上來說 你現在搞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有一個正面的看法 就是開始,過往你想想 你佔中的時候 你去佔路 所有人都一定是罵抗爭者 現在開始有些人是罵警察 開始有些人罵政府 其實都是一種不合作運動成功的先兆 當然,還是很開頭 而且我們是不忍譴責 這次我忍著,盡量不要嘲笑一些 擁有很純真的出發點的運動 而且也對的是,你人多做 有效果,便會變成VC型 好,這次就到此為止